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果然 这里也有深渊的爪牙 在附近多搜索一下吧 勾火变的魔物是不是被深渊教团去使的呢 有点吓人 先打倒他们吧 快点投降吧 在此 宣判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这堆勾火的样子 好像也和深渊有关呢 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这堆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又是那种飘着周雨的篝火 看来深渊真的在这附近活动过 好 这群魔雾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快打倒他们吧 一把鸟也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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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鸟玩 追änd免 这位鸟也放了 这位鸟也放了 由远回来 尽快 生死了 身材 远回来 让他站在那边 高价 不 你已经搜索完了吗 我刚才在这附近也搜索了一阵 确实有一些痕迹 但是那些都只是深渊法师留下的痕迹 没有更深层的深渊力量存在 看来即使是深渊使徒 也不太愿意招惹北风的亡狼 我们也离开吧 那头老狼唯一值得夸赞的 就只有他的领地观念了 线索又断了 只能放弃了吗 不 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可取 行动起来吧 我在封龙废墟等你 在封龙废墟等你的 嗯 嗯 我听说了你们在龙灾中的事迹 你们来的时候 这里被叫做封龙废墟 但现在这个地名的重点 应该是废墟 而不是封龙了吧 其实在我的记忆里 这片废墟大部分时间 都与那条龙没什么关系 我第一次见到 旧蒙德废墟的时候 东风之龙还未堕落 更不会来此驻潮 可是 我记得特瓦林出世的时候 是在几百年前 不必深究 曾经封印着这座废墟的导光机关 你应该还有印象吧 如果深渊教团 对这座废墟有兴趣的话 那他们一定不会错过这些机关 我们就先去一处导光机关 看看情况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看前面 有好多魔物聚集在一起了 好业 伤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反省吧 军魔鬼 攻守军备 凤神之术 走了 可别上瘾了 在此宣判 出门好累 火焰 烧尽 追到你了 抓 一 呕 吓 呕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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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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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个沙场 抓到你了 在此宣判 结果我们还是没能见到深渊使徒呢 不必直视那种怪物 这不该说是遗憾吧 但我想 以后你一定会与他们有所交集 不不 你说得对 既然是厉害的怪物 那就算见到了 最好也绕着走 旅行中的危险 如果绕着走就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只是曾经 与那位旅伴一起旅行的时候 有所经历罢了 呃 大音 你总说旅伴旅伴的 你的那位旅伴 现在在哪里呀 他 他不再旅行了 因为旅行实在是太让人疲惫了 这样啊 那么 大音为什么还在一个人旅行呢 我 还有一些事没有办完 等办完了之后 我也会回家休息 有家能回 也是好事呀 我们旅行的时候 经常不得不在野外露宿呢 喂 等你找到了亲人 我们也去那里安个家吧 蒙德的鱼人吐司很好吃 礼乐的万民堂也很不错 嗯 总之 一定要安在一个有很多好吃东西的地方 家 等你的旅途到达了终点 再考虑停留于何处吧 在旅途之中 就先 什么熟悉的气息 熟悉的气息吗 除了可能是熟识的人 还可能是熟识的魔物 不管是哪方 如果想要弄清楚 直接过去看看就是 从那边可以迅速去到山崖上 出发吧 大英先生走得真快 我们也快点用前面的风场飞上去吧 还不赖 不要 父亲 子 海 海 海 想召唤我 你说的那种熟悉的气息 还能感受到吗 但这周围 无论是人还是魔物 什么都没有啊 确实 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和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 景色也没有差别 上次旅行的时候 我的旅伴带我来过这里 那戴因 你自己呢 你自己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我 我已经记不清了 那一次旅行 我只是一直陪着我的那位旅伴 仅此而已 一记守卫的脚印 在这里也有一记守卫游荡吗 真是连一株蒲公英都不得安宁 我记得你 不要 我记得这个东西 我就想要你 是什么东西 我记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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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怎么了呀 怎么在原地发呆这么久 你 你是说感受到哥哥了吗 可是 这是怎么回事 你刚才只是摸了蒲公英一下而已啊 或许 这株蒲公英上带着只有你能感受到的气息 至于原因 难道是他经历了什么与你有关的时刻吗 你说的这些可能性都太模糊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啊 不要焦急 烦恼与焦虑是心智之敌 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不是吗 至少现在你知道了 他还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种时刻最重要的事 就是这场寻找他的旅行 这句话确实很适合时刻牢记 作为旅行背后的意义 祝你在旅途的终点寻回血亲 那么 我们就在这里暂时道别吧 你这就要走了吗 只是暂时离开而已 别担心 我们之后还会再见的 毕竟我收了你五百摩拉 还有三个回答 到了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